在首相安华为首的团结政府 公布内阁阵容前 马华今天在吉隆坡党总部 召开汇报会 与基层领袖讨论当前政局 之前一度传出 这场会议将讨论 作为政府议员的马华 要不要入阁 更多详情马上连线 远在现场的记者洪美玲 美玲 请说 是的 叶玲 马华汇报会在刚才的 上午11点是已经开始了 那么会开多久多长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马华中委会将会在下午1点 召开会议 那么这一次的汇报会 聚集的是基层领袖 当中包括全国各地的 聚会主席 也包括第15届全国大选的 部分候选人 那么关于汇报会的内容 根据马华昨天的说法 讨论的是党的未来定位 不过据传 马华也会在这一次的汇报会 讨论应不应该授稳入阁 那无论是马华的区会主席 像是旺山马都区会主席姚长露 还是居卵区会主席颜炳 或者是全国组织秘书林天顺等人 都不愿意针对此事 对媒体发表任何的看法 不过呢 倒是有一位区会主席呢 刚才接受媒体的访问时 斩钉截铁地说 马华应该入阁的 为什么呢 来听听看他的理由 不过了四个部长变三个部长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不是党啊 不像党前 广市的 但是 他都可以让 谁都不如你什么长 什么部长 能够可以做部长的吗 人家你看 三个把人都可以做部长 为什么 比如说 可以吧 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已经会听错 所以偷一点失严 来听马华的 可是选民可能会觉得 马华没有原则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原则 现在阿公比较大是吧 阿公讲到大团结 我们就不从阿公的 那就够了 对不对 如果你算没有原则 两条没有原则 甚至没有自由说 是的 关于马华因不应该 受委入阁这件事情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像是马华一茨干达 公主城出会主席张秀福 昨天就提醒魏家祥 不要有关就去做 无论如何 我会继续留守在 马华大厦这里 为你捎来更多的详情 完整报道 记得留守今晚八点的 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伊林 我们非常感谢美林从马华总部 捎回来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